- 洛杉矶时间2月20日,华兴保险2020年第三场企业雇主研讨会在洛杉矶盛盖博大酒店举行。 加州财政长马世宇女士,FBI代表以及来自国税局、联邦劳务局、美国移民局、联邦中小型企业管理局等多个联邦以及加州政府官员出席了活动。 为企业雇主提供了最新资讯,也充分体现了主流社会对于华人企业的重视和关注。 这是我们一般的企业主比较不知道的一些问题。 加州财政长马世宇女士,为现场300位企业雇主以及高管介绍了加州经费的分布和运用。 联邦调查局公共事业部、社区外联代表介绍了企业保护网络安全以及客户隐私的要诀。 白宫亚太裔联盟共同主席、联邦中小企业管理局代表为雇主介绍了中小企业如何成功申请政府贷款以及妥善运用各项政府资源等等。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里面还有美国国税局、美国移民局各个不同的单位来到我们现场然后给我们的华人雇主面对面的讲解。 所以说我们还剩下最后的一场就在尔湾在下个礼拜。 所以你有这方面需要的话请尽快跟我们报名联络然后把握住最后的这一场的机会然后能够让所有的雇主们都能够了解怎么样能够知法收法。 这是企业雇主研讨会系列的第三场活动。 前两场分别在洛杉矶的哈岗和安大略举办。 已经有近千位华人企业主和高管参加。 最后一场讲座将于下周在洛杉矶呈现尔湾举行,仅限于公司负责人与相关高级主管参与。